出街前门 第二天 知县许有德 带着八彩重的 二次到秦府 扣开门了 心安一看 太爷您怎么又来了 我打算看看老夫人 知县没有想到 人家见见老夫人 没有借口了 太爷稍后我到里边送信 跟秦府一说 秦府一听知县来 别看官不大呀 七品这么官 县官不如县管 您理解这句话吗 你官再大 万水千山没用 他就管着你 这有权利 历成县就归人家负责呀 而且儿子当年 在县衙里他也干过几年 当过马快班头 徐知县对秦琼非常好 来到家门口了 能不见吗 老太太吩咐一声 快点大呼呼 收拾收拾 请 时间不大 反腐联名 陪着知县走进厅堂 知县来到里边 公身实礼 老夫人 本县有力量 哎呀 不甘当啊 不甘当 太爷赶紧请坐 直线坐下来 先落了一会儿家庭的客 看看这儿 看看那儿 冷不丁的 他说了一句话 老夫人 本县过府来见您 我来求你来 哦 求老身和事 老夫人 非您不可呀 您要答应了 一天云他就散了 您要不答应 我命都保住了 夫人 老夫人 哭通 直线给老太太跪下 老太太可吓坏了 亲奶奶 快快快 把大人扶起来 您这是折杀老身 有什么事 老夫人 您要不答应 我就不起来 是这么这么这么 樊虎联名 也跪下 伯母 您就答应了 我二哥要不出面 我们全活不了 哦 老沈答应就是 老太太一句话圣旨 实现这才起来 樊虎联名 也高兴了 快去把书宝 给我叫来 哎 心安一看老太太发话了 不得不去 去找秦琼 秦琼病了吗 什么病都没有 那叫借口 秦琼在自己的屋里 闲着没事看书呢 为什么说装病 秦琼的耳目 相当灵同 前文书再说了 齐煞反常安 秦琼在经里 他折腾了个乌烟瘴气 学习奸向服 死终得火 回到家了 他怕这个事 人揪起来没完呢 回到家里 他好怕 鲸鲸肉跳 做噩梦 先说那老贼 欲望画机能玩吗 天宝大将 原成都能玩吗 这是怎么办的事 天天害怕 好在他感觉 十会儿才对的 老主燕家 新军登基 今天忙活这大事 把他这事 变成了小菜一碟 没人过问 没揪他 时间长了 秦琼的心才放下 放下 放下 又听说 长叶林小孤山 出事 有响马 接了四十八万 国币躺烟 大败官军 山东震动 他能不知道 秦琼听完了心里 就琢磨着谁 好大的胆子 放着地下的货 不惹惹天平上 这谁干的呢 山东这些人 他都差不多认得 他脑子里就过 后来秦琼一琢磨 你看着没 迟早 得找到我头上 官府破不了岸 率府破不了岸 就得叫我出面 陆林道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我的朋友 我能管这事 不能管 但又说不出 秦琼一琢磨了 装病 就说我艳磨之上 偶得感冒 引起重病来 我闭门泻鹤 搬都不上 率府请了假的嘉宜人 告诉老哥哥秦安 谁找我 就是我闹病了 就这套词 不见 谁找我也不见 就这么情况 但是娘找他 他干不去 秦琼把书放下 归整衣服 迈步进内宅 飘连龙一看 知仙大人在这坐着 你看凡五连鸣 马快班头在这站着 奴心在乌 就知道这里就有事 秦琼多聪明 一看就明白 秦琼说娘啊 您好糊涂啊 您这个结果眼 是把我找了为了什么事 但是事到如今了 没有办法 秦琼迈步进屋 拜见老娘 跟知仙许有德 也见了面 反虎联名过来 也打招呼 二哥 二哥 哎呀 二位贤弟 坐坐坐坐 坐下 哎呀 知仙这才说话 说报啊 无事不登三宝殿 来求你了 方才跟老夫人都说了 非你不可呀 秦琼就知道什么事 装糊涂 哦 不知大人 让我干什么 哎 哎 闭门家中坐 祸从天上来呀 六月二十三 在长叶林小孤山 出来 无数的乡马 把登州王 杨敏的银子 四十八万 国币躺银 给接了 大太保 罗芳 二太保 薛亮 身受重伤 这案子 全国都震动 开国到现在 前所没有 现在靠山王 杨敏十分震动 责令一个月 破获此案 舒宝 你是明白人 一个月 一面也破不了 杨王的气坏了 说什么 一个月之内 破不了此案 要删通 所有这些当官的脑袋 也包括本县 在内 舒宝 杨王说话 可是算数 那是执法乌山 从来不开玩笑 到了一个月 破不了案 我们全都给脑袋 搬家 怎么 谁来一下 没办法 救舒宝 秦琴琴的娘子 福尔心 一看直线 劈泪横流 心软起来 秦琴啊 你看看这件事情 你就出面管一管 秦琴琴琴糊 糊涂的娘子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么大单子 我接 我吃饱了唱着 您不了解内情啊 当着直线的面 这这 面有蓝色 稍微齿冷一下 这 老太太一看 翻脸 娘说话 你还不听吗 母亲 儿 什么叫笑子 这就是笑子 顺者为笑 当老人的说话 唯命是从 一说话 支不了脑袋 你算个劲儿 听你的 没那门 没那事 那叫笑子 秦琴 则不然 娘脸的稍微有点不高兴 吓得 就不知道怎么是好 再难答应了 老太太点点头 太爷 这事情你交给书宝吧 书宝 哎呀 我不知得怎么谢谢你了 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底了 只要你一答应 这事情就有希望 秦琴也说 太爷 这个事情我帮忙 我一定 鼎力相助 我竭尽全力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面 办成了 我不图报 也别感谢我 说这还你还立了功 没有 我不要功劳 办不成 我也破不了 那也就讲不了了 到那时候 您别埋怨我 说你看 都耽误到你的身上了 你说答应你破 你破不了 这我受不了 我接近全力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到那时候 别闹怨言就可以 书宝 怎么能呢 只要你真心实意 绝不会这样的 书宝 我代表山东 七十二汤官 感谢你了 直接说完了 要走 秦琴就变了 请着前厅 我要代茶 让老太太歇着 秦琴让着支箭 反腐联名 到前厅 摆好了茶水 点一些 秦琴的详细的问 你别问他光听着 有这个事 具体怎么事 他不知道 到了前厅支箭 一五一十 详详细细的 把这事都说了 秦琴做的心里有数 另外反腐联名 把画电子图像 也拿了 二哥你看看 就这人 一点不错 拿来我看 画这成了金 大懒脑袋 没见过 秦琴心说话 这人 肯定没见过 莫非是新下海的 新上挑本的 新加入 想麻活里的 肯定没见过 这人 他要是一般般的 那就讲不了了 有头有脸的 我脑子里都有印象 秦琴也没解释 好吧 这个事情 我已经了解清楚了 明天我着手就办 书宝啊 千斤中担 都压在你肩头上 我们这些人 能活能死 也就在你一个人身上 我多多借重 太爷 我一定竭尽全力 请回 那走了 当天晚上 秦琴睡不着觉了 受人之托 必办忠心之事 要不你别答应 咱们平常出事也一样 我求你办件事 你觉得能办 你答应 答应你给人办 说我办不了 马上拒绝 说我办不了 你找旁人去 你别答应了 不给人家办 你不抛人吗 这就这句话 国家没有信用 国家得败家 个人也没信用 往后没人理你 说话放屁呀 就别推他的 一点信用都没有 你还能交些真心朋友吗 那秦琴琴 那秦琴琴既然答应了 就得认真对待 秦琴琴有自己的想法 陆林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就问一问是谁干的 谁干的 你为什么结黄岗银子 要有用场 结的有道理 我替他保密 想办法怎么样折盖 我能向他官府吗 如果说你说的没道理 咱们想法怎么解决 怎么让我这些朋友们 解脱灾难 秦琴琴心里是这么想的 他又脑袋转了转了 承达尤金 俩人承达没听说过 尤金也没听说过 承达 哎 忽然灵机一动 想起人 我那善二弟赤法灵官善凶性 跟我说的清楚 说在山东地面上 如果二哥有个马高邓短 我那有个过命的好朋友 他就是山东路林老河的 足条坝子 叫尤通尤俊达呀 你就找尤通 那是咱的铁哥们 尤通我见过几次 没打过什么交道 莫非是他 承达尤金 不是他 他叫尤俊达 怎么叫尤金 难道听错了 不能 他也不能报名 他是多年的老河了 他尸宝称的 能报通明信 那不成了外行了吗 不管怎样 我见见尤俊达 他是山东这一带路林的瓢袜子 这么大的事情 他能不知道吗 要不是他干的 他也能给我提供线索 对 要不说秦琼办的就好办的 人得这是多 他是斯官两面 手眼通天 当天晚上迷迷糊糊糊睡了一夜 找到第二天平民 带好了双俭 跨着宝剑 骑着黄标马 也没带着仆人 离开丽城县 济南湖 赶奔尤俊达的汝南庄 到了熟悉啊 到了中午就进了汝南庄了 这马的速度就慢起来了 先说我到尤俊达里去吃去 到他家里喝 切切腿了解情况 朋友之间吃喝还分彼此 他心里想 这个马的速度极其缓慢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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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琼突然发现着汝南庄 所有的男女都穿着校服 最似的腰力系着校旦 有的胸前戴着白花 秦琼一说 怎么回事 谁家死人 看来死人这家是个大户 不然的话怎么这么做 带笑的 他心里纳闷 来到游云达的府门 甩凳立安 跳下站马 牵着马 甩点一开 老游家死人 黄贤侄在门上挂着 被风吹的 哗啦啦 哗啦啦 再往府门关桥 出来进去的人 揭穿重校 眼睛都哭红了 秦琼心想谁 谁死了 哎呀我听说 游俊达有一老娘啊 大概他母亲不在了 还是谁不在了 心里正想着 正好出了一帮客人 后头有人送着 明明老了不送了 改日待他 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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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琼在这站着 秦琼迈不就过来 朋友 请问这是游宅 啊 是啊 你找谁 本宅的园外 游同游郡哪可在 我是他的朋友 在下是历城县的人 性秦明穷 自负宝 我特别来拜访他 烦老你给通病一声 啊 等着啊 到底不是宋先生 等了好半天 游俊达亲自迎接出来 游俊达头顶麻关 身穿重笑 腰子系着麻绳 眼睛也哭肿了 来到外里看 哎呀 二哥是您的 二哥 聊衣服就磕头 一个呢 出于朋友之间 他比秦琼小 第二个是孝子 得行大礼 秦琼赶紧用手相掺 先帝 先帝先帝 怎么出什么事 我娘死了 哎呀 老伯母不在了 哎 真没想到啊 先帝啊 生老病死 人之常行 人活百岁 难免一死 你千万要揭哀才是 我知道 二哥 你不行 有人把马匹接过 把秦琼接进来 秦琼到院里看 高大领棚 花头棺材 头前的牌板 五棍 烧死个盆 出来进去 男的女的 一部分人都哭的 眼就都煮了 那人也不知道 有多少 乱马人话呀 再看那么追着 金山银山 直马相克 全都是 安葬 死人将当用的东西 秦琼也不必喜看 秦琼我赶上 来到灵棚 敬首之后 烧了三炷香 大败了三败 磕完头 跟着尤俊达进屋 到屋里的分兵主 落座 秦琼心说 我来的真不是时候 本来想了解了解情况 正敢着人家出丧事 你这下事 坐下 二哥 听说您现在 在率府高就 身为四品棋牌壤了 您怎么有时间 到我这儿来 秦琼你想着话 就别问了 别问了 啊 贤婢啊 我是 办点公事 顺便走到汝南庄 你我弟兄 多日不见 我非常想念 到时来串盆 正赶上老伯母病故了 兄弟 老人家 他什么时候过去的 六月二十三 六月二十三 秦琼一琢磨 六月二十三出的事 庇护士的黄二 他娘也六月二十三出的 怎么那么巧 但没说什么 哦 什么病 心疼啊 我娘就是心疼的病 老病复发 好吧 贤弟啊 方才我说的 千万节哀 人死不能复生啊 保住身体 二哥 我知道 哎呀 我想多坐一会儿 家里出这事 我也插不上手 我就不讨扰了 改日咱们再见 二哥 我不挽留了 好不好 对不起您 往后有时间 您来串门 哎哎哎 哎贤弟 什么时候出病 出病 是这么过 虽然是热点 搁不住 但是我娘 生娘我一场 不容易 我得孝顺孝顺 我娘 我打算超度 七七四十九天 哦 超度七七四十 好 到出病那天 我指定来 二哥你忙着就算了 不不不 我肯定来 再见再见 秦琼到了门口 一躬而别 上马 离开污南庄 尤俊达回去 秦琼骑着马 走着马 的速度极其慢 一边走 他一边心思 这个事 尤俊达 他娘死了 这事不奇怪 我发现尤俊达 他虽然说话是哭腔 眼睛也发动 但是看那个意思 怎么不对路啊 有时候用眼角的余光 盯着我 那个眼神有点不对 好像心里头有什么 难得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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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没事吃饱了撑着 母亲没死 愣说死了 那多不吉利 秦琼心里清楚 事管怎么回事 我一定看一个水落 我 吸出